母女三人过马路 妈妈右手前大女儿身上背着小女儿 走在斑马线上 却被左转轿轿车猛力撞上 一岁女童的部分因为有撞到地面 造成头部的红筒雨雪 惊悚瞬间母女三人背撞喷飞 小女儿瞬间从背带中飞出重摔滚地 驾驶下车查看竟又是未成年偷开车 造势家属已至本分局说明 对车主将车辆借给未成年使用开法 这名17岁的少年偷开家人车外出 过弯撞飞母女三人 幸好三人只受轻伤 但彰化这名妇人就没有这么幸运 绿灯亮起骑电动车的妇人 慢慢往中间靠疑似因视线死脚 被砂石车撞上 压在砂石车轮下 上下肢有粉碎性的骨折 妇人连人带一车卷进车底 念进轮下受困 送医不治 她的电动车也被压成铁饼 今天大家都要来 家属说妇人一直过得辛苦 先设儿子相继离世后 唯一的女儿即将结婚 以为日子终于要好起来 却在附建路上意外被碾壁送命 接下来陈诚惟经文中间 请陈诚中部采访报道 转发接下来陈评理影片 感谢观看